台灣漢國軍演結束 共軍大規模行動開始 專家 中共政策越來越俄羅斯化 對台戰略失敗 上海黑社會首師習近平 猜下誰厲害 揭避中共正國級官員享受的警備級別 陝西安康水庫半夜偷洩紅 降水量不多 洪水大 台灣軍方漢光37日演習於9月17日正式結束 在此同時 中共解放軍隊外宣稱將於22日進行新一波大規模軍演 外界認為 共軍此舉是針對台灣而來 無限味道濃厚 不過這也引來美軍派遣阿里巴克級神盾驅逐艦巴里豪穿越台灣海峽 頗有協防台灣意味 據悉 中共22日的演習將在包含黃海北部和渤海等海域進行實彈射擊 此外 唐山海事局亦發布航行警告 9月22日至9月27日 共軍將於渤海兩個先營海域內舉行實彈射擊 禁止船舶駛入 值得注意的是 近日有台灣軍事家分析 今年的漢光演習驗證了台灣在不對稱作戰上的能力佔吹原備 有評論認為 這很可能是激怒中共大舉開展軍演示威的原因 台灣國防安全研究院戰略和資源研究所所長蘇紫雲告知美國之音 所謂的不對稱真正的核心是不對稱的成本 我可以用便宜的飛彈去換你高價的載台、戰機或船艦 據悉 軍演中駐台中的海軍、海豐大隊機動2中隊 展現出不對稱作戰戰略精髓 台灣的岸基反艦飛彈反制了解放軍在數量上的優勢 蘇紫雲說 台灣軍方現有超過2,000枚拖式、飆槍和地獄火等反坦克飛彈 必要時都可以充當迷你反艦飛彈以抵禦解放軍的搶灘周波 他解釋 不對稱作戰異小博大 也代表台灣在武器採購上可以便宜投資 不必陷入與中國武備競賽 據報導 基於中共軍方的導彈數量快速增加 兩岸一旦開戰後 台灣西部各機場勢必成為第一波的打擊目標 因此 今年漢光演習最受注目的科目 就是空軍戰力保存 台灣於1970年代規劃出現有的戰備度 但面對中共激增的軍事實力 恐不忽使用 為了應對戰時機場可能進一步同時遭到導彈摧毀 令台灣喪失空防優勢 台灣軍方已經在研究已定應變之道 法國軍校戰略研究院院長尚潔維爾梅 和情報記中國問題專家夏宏 9月20日發表長達650頁的報告指出 現在北京越來越多採取滲透和脅迫手段 擴展影響力的努力 在近年來明顯變為強硬 運作方式越來越俄羅斯化 而且中共現在開始深信 被懼怕比被愛戴更為穩妥 另外 中共的對台戰略是完全失敗的 報告共分為四個部分 外界十分關注其中針對台灣篇的結論 報告指出 中共對台的統戰策略是取得了一些成功 且令到台灣社會分別走向兩極化 中共會用利益收買特定的網紅、社會意見的領袖 讓他們尚到甜頭、進而為中共所用 譬如中共會操縱台灣某些政治人 令他們洗腦台灣大眾 以為台灣的敵人是反對陣營 而非北京的專制政權 但報告認為 中共的某些誘惑措施 對生意人或許行得通 但對其他人似乎是白費力氣 尤其是針對台灣的認知作戰 不過中共基層人員必須這樣做 畢竟要向上級交付任務 證明自身在台灣仍然活躍 亦因此 該份報告指出 從戰略上來觀察中共是失敗的 中共對台灣的統戰甚至產生了適得其反的效果 台灣人仍然主要支持民進黨蔡英文 對中共的不信任更甚於以往 另一方面 北京和中國國民黨的關係 亦越來越僵 報導認為 北京這幾年 越來越咄咄逼人 而這股力量並不只是針對台灣 而是在全球範圍內都有發生 從而增加了世界關注台灣的力度 這等於說 中共削弱和孤立台灣的努力 產生了反效果 中共自食其果 近日 有大陸民眾在網上貼出這樣一組照片被網友封傳 上海一個屋主因為不想自己的房屋被強拆 想出這樣一招 他在房屋外圍貼滿習近平畫像當作護身符 以為這樣當局不敢強拆 結果還是擋不住中共的黑社會爪牙 直接把習近平的畫像全部被搜尋 有網友表示 這些爪牙就不覺得 你們是在這裡叫習近平下台嗎? 竟然撕落一尊的畫像 如果在以前無時代的文革 撕照片的就要被批鬥 據了解 文革期間由於毛澤東大搞個人崇拜主義 任何對毛不敬或者對其畫像照片不敬的人下場都很慘 如有些老百姓因誤毀了報紙上毛澤東頭像的部分 慘遭批鬥判刑 而家外界多認為習近平大有走毛澤東路線的傾向 不知道撕毀習近平畫像的行為會不會觸怒習一尊 據了解 由2020年武漢肺炎在中國大陸示弱 全國多地進入戰時狀態 經濟停擺 中共對外宣稱成功抗疫 但疫情仍然此起彼伏 令人防不勝防 空前的危機潛在緊 隨時可能爆發 但是 即使疫情如此嚴峻 也阻擋不了中共特色的強賊 在全國各地 空空烈烈上演 強賊為何在當今中國 驚久不須 肆無忌憚 外界認為 利益分配黑磨和其中的腐敗問題 是強賊 歇斯底里進行到底的罪惡推手 在掠奪老百姓利益方面 從中共最高層到中共最底層 是高度一致的 所謂天下烏鴉一般黑 用在中共身上最貼切不過 政府是百姓的依靠 法律是社會秩序的保障 若然沒有了政府保護 沒有了法律的公正 普通老百姓 應該拿什麼來面對 瘋狂的暴力強賊 中共官場內部等級深嫌 按照職位高低的不同 享受的待遇也有很大差異 今天我們就揭避一下 正國級官員享受的一級警衛的細節 一級警衛規格有以下幾種 一、路線警衛 實行全線警戒 特別是對橋樑、咸董、 製高點和主要路口嚴格控制 原線兩則加強治安管理 部署交通線路 保證車隊暢通無阻 派出主車和前後衛車 主賓道遠郊區活動時 增派交通大路車、收尾車和武裝護衛車 一級加強警衛規格 除上述部署外應增加警力控制各路口 並適當擴大原線兩則控制範圍 全程增派交通大路車、收尾車和武裝護衛車 二、駐地警衛 組成駐地警衛組 對主賓住樓或樓層進行區域封閉式控制 進行全面安全檢查 加強周圍社會面控制和交通指揮 並備有一定的機動力量 設置專用停車場、武裝守衛 樓門口和外圍設固定哨 三、現場警衛 現場部署三道防線 第一道外圍控制 由當地公安負責 第二道現場警戒 由當地警衛部門負責 第三道徐衛 由主管警衛部門負責 當地警衛部門協助 對上落車點、複雜場所的活動現場 要嚴密近身護衛圈 必要時可形成真空 四、專機、班機警衛 承搭中國專機時 嚴格專機警戒看護 會與航空主管部門進行機械檢查和試飛 嚴格選配機組人員 根據需要配合有關部門對交運 手提行李和機上食品進行安全檢查和檢驗 外方專機在中國境內停留期間 部署專機周邊警戒 乘坐班機時 參照專機的要求開展工作 有關航空警衛部門 派員添乘 隨團警衛人員應靠近主賓就坐 五、專船、班船警衛 乘坐專船、專艦時 全程水位、航線派出引航、護航艇 乘坐班船時 參照專船的要求 採取必要的安全措施 船上加強治安管理 嚴格或定警戒區域 撤警衛又洞梢巡查控制 9月19日凌晨4時 陝西安康市鎮平原突現突大洪水 雖然官媒表示 這個是百年一遇的洪水 但鎮平原周邊降雨量只有100毫米左右 而上游各大水庫卻處在超信限水位的狀態 更QK的是,洪水是突然衝下來的 網友質疑說 恐怕安康水庫再次在半夜偷偷是洪 據龍媒報導 19日陝西安康市鎮平原城區的南江河屯面 最高水位已超過883米 最大流量也超過每秒2000立方米 遠城下山街和赤子樹平的低蛙地段 水深已達到1.5米以上 官媒報導說 上游兩個主要水庫、安康水庫和石泉水庫 都超信限水位運行 安康庫上水位是326.47米 超信限水位為1.47米 石泉庫上水位是407.3米 超信限水位為2.3米 但平鎮遠3個監測站的降雨量 才超過100毫米 鎮平上築最大的降雨量也僅為119.8毫米 但當地卻受災嚴重 據報導 鎮平原有7戶房屋倒塌 上築鎮和柱平鎮的電力通訊道路都已中斷 紫陽東木鎮和7個村電力亦已中斷 共有6873戶的16310名民眾被迫出逃 而國度G541和公路S225多處路機都被衝毀 甚至連公路上的3台挖掘機和3台攪拌機也被衝走 網友質疑說如果是正常洩洪 洪水不可能突然就爆發 而是緩慢上漲的 但這次洪水卻是在半夜突然湧過來的 不過當局卻根本沒有提到有任何山洪爆發 很可能就是上游的安康庫和石泉庫出現險情 被迫全面洩洪 卻沒有事先通知下游百姓 加入榮譽會員和我們一起守護香港 守護十四億中國人獲得真實資訊的權利